美国市场方面 今天美国股市因为劳动节的假期 因此是休息一天 不过进入到9月份 9月份最重大的事件 莫过于市场期待已久的联准会会议要登场了 联准会会不会降息呢 前盛路易斯联邦银行的主席就表示 美国经济已经软着陆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报告 正在预线上的预线 预线上的预线 这将会把联系统的预线断断 未经历內的预线 上已经到所在一енд的预线 스를得给到 但 sternum要和至ьrom见解 人民讆 Se SIM X gur之间会议的预线 那庿会议要破到 我们来信息力 mold 成章会议OK 伊斯 rok不能接受到 学生 RE 中国回处里 在判染业第一次 对香港人来得了 不过安本资产管理则释出了警告 即便预计美国经济会软着陆 但是就业市场疲软的事实是没有改变的 2025年经济仍然存在长期放缓的风险 目前专家普遍认为降两码会引发市场担忧 经济就要衰退的一个恐慌情绪 因此联准会在9月份基本上降息一码已成定局 台湾也是财经焦点了 距离美国联准会9月份的利率决策会议 已经越来越靠近了 本周晚间要公布的8月份非农就业数据 将会是降息前关键的经济指标之一 根据了芝加哥利率期货市场显示 市场预估了9月降息一码的几率高达了7成 降息两码的几率则是30% 专家指出投资人目前已经绑焦点 从通膨数据转移到就业市场 在降息之后仍要密切关注的是经济数据的表现 将会决定今年降息循环的里道 上周五公布的美国7月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符合市场预期 巩固联准会9月降息的确定性 市场紧接着聚焦在本周公布的 8月非农就业人数 花旗集团发布报告指出 8月就业数据恐怕证实劳动市场疲软 不排除联准会可能降息两码 专家认为目前美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较低 但是通膨与就业市场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联准会依经济现状采取渐进式降息是较为理想的方式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 如果这一次新增就业的人数 如果比较低的话 比如说低于10万人 那市场上可能会根据预期说 今年降息的幅度会不会扩大到4码 对联准会来说 他觉得现在不管是就业或通膨的不确定性 老实说相较于过去是高很多的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高度 依赖这个数据所出来的 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决策 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市场显示 市场预估联准会降息一码的几率高达70% 降息两码的几率为30% 即便步入降息循环 专家指出过去美国高利率环境下 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是否逐渐扩散 是联准会未来观察的重点 然而市场已经将焦点从通膨 转向美国经济数据的表现 进而牵连到股市信心 专家认为若非农就业数据 以及失业率不如预期 恐怕对美国科技股带来利空影响 对股市来讲当然还是要解读经济数据 整个非农就业或失业率有所不如预期的时候 那你就要提防在整个美国科技股的部分 会出现这个大跌的这个状况 所以对台股来讲的话 当然如果美股的这个经济表现不如预期的话 台股还是有可能出现这个重挫拉回的这个走势 专家指出若美国经济数据都能符合预期之下 台股有望配合月线扣底低位阶 逐步往上挑战两万三千点 而未来仍然要观察降息之后 美国的经济表现将会牵动连准会接下来 依次降息的力道 市场也将审慎停看听 记者赖北京严连凯台北采访报道 产业焦点最新2024第二季全球晶圆代工排行出炉 极邦科技发布的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产值的统计资料 台积电在苹果备货需求 还有AI伺服器相关高效能运算需求强劲的带动之下 市占率62.3%是稳居代工龙头 韩国三星则是社会客户数据机 还有OLED驱动IC供应苹果效应 市占率11.5%排行第二 而中芯在中国市场需求的强劲支撑之下 市占率是5.7% 位居的是第三大的晶圆代工厂 新创公司OpenAI传出 找上了台积电艾米制程来助威 替自研AI晶片代工 要让旗下AI模型的算力更加强大 而不光是OpenAI 苹果也已经预定了台积电A16的首批产能 居民望向天空 衣着充满时代感 黑白画面仿佛重现1934年 美国西维吉尼亚州人们的生活景象 但天空随即出现不明飞行物 虚实融合的动态影像 竟然是用OpenAI旗下的SORA模型所打造的 传出OpenAI找台积电艾米制程代工自研 AI晶片有望让深层式AI模型SORA的占力再升级 而科技厂苹果也预定了台积电首批A16产能 A16大概会在2026年的时候正式导入量产 所以说它本身的话制程上面跟2纳米制程 就是会有一段差距 而且的话它还导入了全新的超级电轨的技术 一旦正式导入量产的时候 我们可以大胆断言 Apple跟OpenAI就将会是台积电A16的首批客户 而SORA让资料传输的需求大增 细光子和高速光模组则可以大大的提升资料的传输速度 台积电未来除了整合逻辑晶片 High Bandwide Memory之后 也会将细光子导入所谓的晶片里面 可以提升整个的人工智慧的一个传输的效能 也就是说除了运算的效能算力的提升之外的话 对于信号由电讯变成光讯 然后再进一步的传输 提升整个的人工智慧的效能 市场看好AI高速传输需求 有机会带动包含波若微 华星光上泉联军等相关概念股的表现 跟着走扬 杰林涵万俊梁台北苍报导 EUV光照盒大厂加灯 还有旗下的加硕举办了法说会 董事长就表示 随着先进封装载具开始出货 进幕式冷却发案逐渐的发酵 再加上EUV光照盒持续成长 预估明年集团的营收将会挑战百亿元新高 舱门打开超大机台 从飞机卸下 艾斯蒙尔最新高速值孔径EUV围影设备 能减少每次曝光所需要的进光量 缩短列印时间大大提高晶圆厂产能 成为台积电和ANTSEL的必备武器 而作为艾斯蒙尔的相关供应链 加灯集团情下的加塑持续看好前开式晶圆传送核的未来需求 加灯及加塑董事长邱明前表示 光照盒让公司在营收获利上具有稳定基础 也瞄准中国在充气制成的需求起飞 因此台南渊区第三期5000多瓶厂区也即将动土 我认为台湾的3D产业 3D封装产业 先进封装产业是所有在台湾做半导体设备材料相关的新的机会给人开启 展望未来 邱明前表示 先进封装高数值孔径EUV围影设备载具 以及伺服器现任系统都将是加灯今年和未来营运成长的主要动能 至于施制成设备大厂红素 在晶圆厂封测厂接连追单下 公司出货排程已达到明年第四季 至盛则一路从桃园新竹布局到嘉义台南等地 紧贴先进封装晶圆厂需求 智盛也成为新一代半导体技术最前线的伙伴之一 杰林和黄明旭台北相报导 半导体产业的盛会国际半导体展即将登场 今年科技巨拨云集规模式再创新高 日月光投控营运长吴田玉在出席展前记者会时就表示 台湾的半导体将会迎来黄金时刻 是机会也是挑战 半导体大咖云集展现最先进技术设备趋势 年度盛会SemiCon Taiwan 2024国际半导体展即将登场 今年以赴能AI无极限为主轴 在AI商机发酵之下 产业界持续看好台湾巩固全球半导体中心位置 台湾在AI有先进制造的优势 接下来各行各业的钱 人跟时间赛跑 我觉得台湾会有个转型期 那我个人呢 为什么用黄金时刻来代表 我觉得我们半导体40年 我们从来没有经过这个阵兆 今年SemiCon更首度增加AI晶片世纪对谈 包括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封测大厂日月光投控 三星与SK海力士等国际企业领袖 都将齐聚台湾同台开奖 AI创造机会与挑战 所以那大家知道我们讲什么COWAS 这一路讲到说这个扇形封装 生意好到我们没有办法交货 封装的CAPEX 接下来十年 Most likely会往上提升 台湾的产业实际上是很好的机会 责任 机会 跟危机永远是对等的 台湾半导体全球布局 美国亚利桑那州政府官员 亲口证实台积电第三座晶圆厂已经动工 而针对台积电2030年 将与日本兴建第三座晶圆厂传闻 经济部长郭志辉保守表示 无法代替回答 至于美国前总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日前指台湾偷走美国晶片业 郭志辉则大方回应 与美国在制造方言互补 台湾是帮助美国的晶片业者 在制造上面来互补 那么我们所做出来的晶片 都是美国业者 他们所委托生产的晶片 所以毛利率最高的 还是美国的业者 我想台积电它根据补助 然后到欧洲去落地生产 这个应该是一个三营的局面 台湾在AI的硬体方面 其实是应该在全世界 是第一名的 AI是未来 我想2025年到2028年 这样的一个 可以让大家期待的一个时间里面 台湾会发挥它的影响力 AI运算仰赖晶片制造 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重镇 产业界高度期待 SemiCon Taiwan将激荡出哪些火花 记者曹岭霞佳宏 台北采访报导 形成续 按摩